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就在Richmond介绍一个新的楼花给大家 这是一个townhouse的楼花会即将开卖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Richmond买townhouse的pre-sale 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看条片 因为我会给大家更多资料 我现在身处在这里就是on number two row 所以你都会看到很多车在后面走着 它的新project就是我身后的Rose Garden 它总共有22套townhouse 后面那排就会有10间 每两间都是一个duplex style 所以后面就是有5套两间townhouse 前面就会有12间 它有三个房至到五个房的townhouse 它走的路线都是它声称是比较elegant 通常新的townhouse的东西都有 例如是冷气、EV charger 以及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都有 其中一样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它的主要楼房 会有10呎楼底 看上来就会比较阔落 而且它因为Number two row 所以面向Number two row 前排的townhouse 它都会全部用了三个layer的glasses 一个window 即是可以隔音 希望可以好些 它的location 如果大家属于Richmond 这里在Number two 其实它对面已经是polygon 的Kingsley Estate 所以鱼人码头 只是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 如果要出回Richmond 大概10分钟 这边的校区 其实是中学都很多人喜欢的 Steve's at London 如果是要走回学校 中学 其实在后面这条街 对面 它有个Goldsmith Drive 其实一直直走 就可以去到中学 如果小学就是McKinley 就是由它那边那条街 直走 就会去到小学 所以如果你说上学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是方便 不用开车 可以走路 即是location wise 就介绍一些资料给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 通过它的site plan 以及它现在 它会推出来卖的 有8个单位 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floor plan 因为它现在是 如何去做这个sales 就是它会要求买家 去submit request form 到时看看会不会抽到你 继续收看我的影片 我可以给大家更多资料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Rose Garden 的site plan 入口会在右手边有车 然后它们中间 就会后排有一个play ground 入口右手边这一座就是垃圾房 之前都说过它才会开卖8间 就是圈住这8间 它的unit number 就是1号至4号 以及18号至21号 首先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model 就是它townhouse的外形 以及入面后院的情况 以及可以选择几个floor plan 和大家继续一下 现在这里看到这一排 就是看着 No.2 row 三层townhouse 它这个前院 看起来的尺寸都不错 它这里之前都有说过 因为它面向No.2 row 所以它隔音的玻璃是用了三层的玻璃去做的 隔音就会好些 我们看到后面这里 你会看到它全部都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而这里旁边其实都有个visitor parking 到后排就是两层的townhouse 全部都是duplex style 你会看到它的backyard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卖点 后排backyard 就会是看着一些独立屋的 去到这个其中两间开卖的单位 左边这一间的backyard 应该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大backyard 就可以想一想这个单位 而这个corner unit 这边也有个大backyard 在旁边 加上前面有个visitor parking 如果朋友来到就很方便 但是这个单位和旁边的单位 即是1号和2号单位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它有个路冲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都不是很喜欢的 看完那个model 等我跟大家go through下floor plan 首先就是说unit number1 G5 这个单位 它是四房三个半尺 里面的面积有1543尺 外面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L型的backyard 它是有1214尺 楼下那层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然后有个L型的kitchen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样子 还有它有living area和dining area 也有一个powder room 你去洗手间就不用走上去 还有也有个洗衣干衣机 这个就是stack up 就不是浪费了 上到楼上就会是四间房 其中有两间房就是套房 主人房也有walk-in closet 另外那两间房就会share一个second bathroom 看完G5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unit3H2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是三房三个半尺 室内面积有1374尺 它的backyard就有913尺 这个是比较正方的 就不会去到刚才的1200尺有个L型 楼下跟刚才的G5都是差不多 到楼上就有三间房 而且三间房都是套房 也有一个大的walk-in closet 给这个master bedroom 而且master bedroom 里面的ensuite bathroom 就会有两个星 instead of好像刚才G5的一个星 然后一个长的countertop 看完这个后排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排的floor plan 前排我们可以看了20H的D1 plan D1单位是一个三层 有三房三个洗手间 加上一个legal suite 总面积是1630尺 室外面积大约有500尺 外面的garden就是facing number2 row 入口的车房 便会在后面入口 最低的那层 便会有一个legal suite 好像一个studio 有个位置给你摆床 然后可以看出去的garden 也有电器 有厨房 洗衣机 干衣机 它的入口便会在旁边 所以完全不会接触到住在楼上那一家人 楼上中层那里 便会有客厅、饭厅、厨房 加上也有一个balcony 是后排那些没有的 中间那层也有一个bathroom 可以连接去一个guest bathroom 即是当是一个套房 去到最高那层 便会有两间房 两间都是套房 洗衣机、干衣机 亦都在楼上 介绍完plan D 让我介绍18号和21号的plan B 这个plan B单位 亦都是三层 面向number2 row 有4房3.5尺 加1个钉 室内面积大概有1570尺 室外的front yard 大约400尺 它都是side by side garage 车房进去 已经有一间套房 套房之后 有一个foyer位 然后你再走上去主层 主层的kitchen 就会是 我们叫Linear style 就是一条直行的 kitchen 就不会是L型 它亦都有一个balcony 看回到complex那边 它的living area 好像大一点 可以摆到L型梳法 亦都有一个小小的powder room 钉也会在这一层 就是在厨房旁 去到最高那一层 你就会见到有三间房 有一间是主人房 一个大walking closet 另外那两个bedroom 就会是share一个bathroom 介绍了四个floor plan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你们喜欢哪一个单位 以下来让我讲一讲它的地点 Rose Garden的地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on number two 它就是in betweenWilliams 和Thieveson 所以是属于在Richmond 比较安静一点的一区 都给了很多图片大家看 不如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cell center 有个厨房 可以给大家看看 它的厨房是怎么样的 它这个厨房 现在用的颜色就是深色的color scheme 所有电器都会是高级 high-end的Bosch品牌的电器 而它的厨房也是四个厨房的明火煮食 它旁边也有Lazy Suzy 拉出来放煲就会比较方便 就是在这边 它裏的柜子都比较阔 Eisland 这边也有柜子 有Dishwasher 还有一个Single Sink 加上这个MAT black的水龙头 你看到它的Dishwasher也是Bosch 放在这个位置便方便洗碗 它这个oven旁边有这个很长的柜 你可以放很多干货 即是当它是一个团队这样用 你看到冰箱也是比较高的 中间这里除了可以放新鲜 你也可以有一个升级选择 去放红酒 所以你看到它的空间也很阔 厨房大致上大家都看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 其实最主要就是中间的灰色和浅灰色 这个检材颜色 其他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多一个单位 尽快联络我 因为现在它有限制宣传 你联络我便可以分享多些资料给大家 大部份的资料就给大家看过了 现在可以说我的价钱给大家 它现在的开始价钱是150万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随时WhatsApp 我可以给大家多些资料 给大家多些意见 看看它怎样买到的单位 至于Stratafee 它现在就是$2.07 如果差不多一个15尺的单位 就差不多是$400 它的completion date 就是2024年的春天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立刻联络我 因为它即将开卖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喜欢的呢 按个like share出去给有需要的朋友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你便会看到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